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安是一个文化重点 科教重点 然后呢有很多的优秀的作家 也有很多的学者 然后呢也有很多爱读书和爱知识的人 然后呢我们今天有机会 聚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和交流一下我的一些研究 然后呢就今天带的这本书 其实我主要不是推书 主要是跟大家交流 交流的就是今天的主题 就是说我想谈的是什么呢 我想谈的是语言 语言就像空气的存在 空气被当作一个对象 研究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但是之前的时候 我们就仿佛它不存在 我们活在这样的 像空气一样的语言之中 然后呢 对它的研究目前是不够的 但是呢大家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语言很好 自己都查过语言 也就是习以为常 就像雨和水的关系 但是让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 自从上个世纪一百年前左右的时候 围着根斯坦 然后呢完成了一次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然后呢到它的最后一个极大成者 也就是一个著名的诚学家叫波德里亚 波德里亚它有多了不起呢 有一部电影 黑客帝国 黑客帝国里面的思想源头 就来自于波德里亚的一本书 像《理相与仿真》 而当时黑客帝国呢 被称之为科幻 或者是社会学的一个巅峰制作的电影 这部电影呢 曾经是美国学者迅速为它 召开了全球学术会影 学界为之而动 为一部电影去召开学术会影 而这部电影里面的导演呢 曾经就想 就邀请波德里亚出演那个上帝 就是那个黑客帝国的 那个系统的构建人 当然波德里亚还把它给拒绝了 而知识追加还是有点个性的 然后呢 而实际上那里面的黑客 那里面的主角尼奥 尼奥见到上帝的时候 手里拿了一本书 那本书就是宁夏威风尘 那么波德里亚是 是这样一个厉害的人物 他的重要的一个成就是什么 他早年是一个 后马克思主义者 他后来呢 他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 不是他推翻自己 而是认为 经过他的研究 他超越了马克思 他为什么会认为 自己超越了马克思呢 是因为他出了一本书 叫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呢 主要面向的是实物生产 马克思的理论 无法解释 音乐为什么值钱 一张绘画为什么值钱 为什么商标有价值 所以呢 波德里亚提出的概念 他是一个符号和语言研究的一个哲学大师 他认为 这个世界主要是符号生产 绘画是符号 音乐是符号 生产是符号 到最后他怎么样去坚持马克思呢 他说实物也是符号 这个理论其实是了不起的 也是个非常聪明的转身 当然了 他这个人受到 不是特别受学界的欢迎 他也不算一科 不算一科 他是法国人在巴黎 巴黎其实是一个很混圈子的社会 全世界的一片 一半的骗子都在巴黎读过金 全世界搞政变的 搞独裁的 那些小国家 政客 经济 艺术家 有一半都是在那里读金成为大家 其实都是骗子 但是呢 他是一个很深层的人 后来他甚至呢 放弃了教授 离开了高校 去做一个圣领态 我谈这个故事在说什么呢 就是从维德根斯坦 然后到波德里亚 一百年的 一百年的语言哲学 中间有很多的伟大人 有兰巴特 然后包括海德格尔他们 其实跟语言也有很多的复刻 很多啊 而我所做的研究 其实是跟他们有关的 是对前人的一些学术的学习和研究之后 在寻找他们的一些问题之后 向他们有一种推进 我做的这个研究 主要在探索什么呢 在探索 为什么 我们的物质本身就是鱼 我刚才讲了一个思想的源头 波德里亚认为 食物生产的那个食物 其实也是一种符号 而符号学 我就教了很多年 我教了大概十几年 那么对符号的 充分的理解之后 我在我的学学里面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直接的论断和论述 就是物就是自己的语言 物就是物语 那么以致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是我现在所说的 大家所进行交流的这套语言 叫做媒语 媒介语言 这个媒介语言呢 我可以说这是语言 这是汉语的 我可以说language 这是英语的 他俩的表述方式不一样 实际上的东西是这样 我可以手写 也可以打印出来 我可以把重包两个字写在这里 也可以在手机上把它敲出来 它意思是不变化 但是媒介在发生变化 媒介是可以迁徙 可以转移 那么实际上 我们人类现在所构建的 这套语言语 不论是口语 文字语言 绘画 然后雕塑 甚至呢 我们的很多的其他的衍生的艺术 包括电影 它实际上是一个媒介语言 你可以在DVD上看 可以在大屏幕上看 还可以在手机上看 看的是一个东西 是媒介在发生的地方 所以真正的投影呢 还是LED的显示屏 还是OLED的显示屏 还是一台黑脑电视机 包括我们现在 我现在跟大家交流的时候 你们听到的不是直接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很小 我的声音先被这个麦克风转化成电流 这个电流呢 被转化成无线的电波 电波到了它的接收器 然后呢 把它再放大成电流 电流呢 再推动扬声器 扬声器再把它转化成声波 这个生活不是我现在直接说的 这中间的媒介发生了几次迁移 所以我们人类的所谓的文化 和我们的艺术创造 还有思想创造 它实际上是用媒体源的构建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主要是当时在论述 其实我们人类的媒体源 有错误的 有荒谬的 有正确的 理性的科学 我们的理性的和科学的这套媒介语言 其实 是我们为整个世界建立的一个模型 它建立了那个模型的对象 就是宇宙本身 就是我们外面的物质世界 我们的媒介语言 是为物质世界的语言 构建了一套翻译 破译 和 语言学的模型 我们 我在这里随便找一个例子 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它叫植物 或者叶子 它自己是先天存在 它这个存在本身是由它自己的物所构建的 当我在说它的时候 我是在用一个指证它的模型在里面说它 它自己已经成见了它 它自己成见了它自己 就像我们今天能到这里来 我们又建筑了一些其他的 交通系统里面存在的语言系统 额 斑马线 红尾灯 一二三层楼 它都有它的属性 我们是一路解读这些属性 执行到这个地方 那其实物质世界呢 本身是一套语言体系 而这个语言体系 作为一只动物是不能够理解的 而人类从一只动物发展到今天的文明过程 是不停地对外部的这个物质世界的语言的破译 破译到哪种程度呢 破译到我们今天破解了我们自己体内的DNA 甚至呢在一零年的时候 美国的一位科学家 已经人工的合成了第一个细菌的那套 那个细菌的DNA 完全是前所未有的 是人类在计算机里面 先把它生成的一套公式 一个结构 然后按照这个计算机里生成的这个模型 然后用化学的方式 方式人工合成的 在零五年的时候 还是这个团队把那个细菌的核 装到了一个现成的细菌的模拟 一个完整的细菌 而这个事物之前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个细菌发生的时候 它的设计图纸就是它的语言 这个语言先于这个物质的上 我们现在的人工物品实际上是语言先行 我们所有的设计是先实验它的媒介语言化 最后把这个媒介语言转化成物质 苹果的手机 苹果的手机 那问题是想说什么呢 连我们生命本身都是语言的结构 人类的基因现在整个被破裂 但是它的细部的问题 究竟哪些基因代码是什么含义 还在进入结构 但整体的代码的固域就建立了 大约有上亿个代码 这个代码是四性质的 它有四种剪辑 也就是可以把人类的基因看作一种四进制的 四进制的一段代码 而这个代码纯粹是由化学过程 我们还可以把它抽向梅与花 用另外一个媒介来指挨它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因的这样 有时候像我们现在这个文化已经崩溃到哪种程度 有人跟你贩卖那个过期排球啊 你说这个好了不起 过期茶叶 民过茶叶 我的天啊 那结果笑 我们每个人身上带的这套基因都38亿年了 我们身上带的祖传38亿年的基因 这个基因在不停的修正和修改 到我们今天38亿年 它实际上什么 生命的意义就是这一段代码 如果觉得这个逻辑还不够充分的话 人工合成的生命基居 还有现在的基因编辑 我们可以注意到基因公众用的词都是什么词 基因破译 基因表达 基因编辑 破译表达和编辑 都是三个文字学用的东西 生物学家下意识不自觉的再把生命当作语言解决出问题 甚至我们本身就是语言的结果 这是大致的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做人研究的一些前期的一些概念和他的一些问题 如果在座的各位有需要我进步几时说明的或者有不同的意见的 我只是欢迎大家随时随时可以交互交流 然后接下来 实际上我们的人类在 谈了几件大事 他说为什么剪呢 剪化了 他不管哪个皇帝 他不管这个皇帝姓猪还是姓狗 他也根本不管这些 这些细节他他不关心的 他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社会推进的这个过程中 哪些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他提出来的其实是几次革命了 一次革命是认知革命 一次革命是农业革命 然后呢才是后面工业和商业的革命 没有农业革命工商业谈不谈 无从谈起的 为什么呢 没有农业我们不会定居 我们不会定居的话是不能够完成分工 我们伟大的赫拉利的书里还有一个另外的对人类文明的一个叙述 它的伟大点其实在于它的合作与分工 定居呢是分工成为可能 定居是合作成为可能 而定居需要农业 所以呢定居的发生是伴随着农业的发生 所以农业是一次伟大的革命 从我还是研究建筑的 从我对建筑的理解 我在开一个学术性的玩笑 其实我们现在用的计算机理论体系 计算机的IP 地址和编码 人类的第一次定居的时候 就构建了一种结构 人类的第一次定居 就是一个人 你可以到南门里 车家巷 几号 找到谁 这个物理地址 其实就是人肉 肉身的通讯地址 在这之前 有我们的部落之间的通讯太痛苦了 那草原上大家都溜达 你指不定 所以呢其实呢 农业带来的定居 定居不仅带来了分工和合作 而且定居呢 带来了人类通讯的一次重大的革命 而这种通讯呢 是我们认知和知识发展 转播和知识积累的 就是今天我我我谈的这个主题的问题就是语言是认知革命的基础 同时是认知革命的结果 我们的语言不是一个静态的 到今天为止 维基百科上面的词条达到了六百多万个 维基百科的词条达到了六百多万个 这个数字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一生没有办法掌握了 我们知识累积的足够庞大 一百年前我们中国人最多的词汇料 你就算把康熙大词帖拿出来 有多少个词条呢 就是两百年期间我们的信息量和知识量 尤其是这种被词条化的 这就构成了知识 不是我们这个闲话 它构成知识的稳定的达到了六百万个词条 那么在两百年前的时候我们才有多少 这种信息的影响 而这一切本身发生在词语和语言本身上 可以说我们文明起源于祖先所创造的几个最简单的词 这几个词究竟是人类首先创造的 还是其他动物先创造的 这是存疑的 也是后面我们需要研究和探讨 一些人认为动物没有语言 其实我个人是不同意的 我个人是不同意的 美国的学者所养的那个黑猩猩 经过像小孩看图十字一样的卡片 经过训练以后 猩猩可以用看图十字的卡片 然后给你摆出来他想要的句子和你完成交流 现在有了iPad这样的触摸屏 触摸屏上面有这样的卡片 直接猩猩可以拖动这个屏幕 来构成他的语言和我们交流 甚至有猩猩被教会了一些简单的手语 这个手语被他掌握了大概两三百个词汇量 那么这个猩猩呢 他回到猩猩群中 把手语教会给了另外一些没有被训练的猩猩 也学会了使用这样的手语 甚至有猩猩 革命和智慧和知识的终极的产品 谈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谈第三个话题 那第三个话题 语言甚至是我们的终极 为什么这样讲呢 当我们掌握基因的编辑技术之后 甚至可以重新凭空的创造生命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语言在先 我们会发现语言的意义大于实物 那么到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 人工智能最后呢 核心的不是那个硬件 而是它的软件 人工智能的软件的意义 远大于硬件 而软件到最终 是一段代码 是一个代码构成的语言 是一个活着的 自带逻辑运算功能的 一个自稳定的一个语言系统 如果我们把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 可以这样去理解 我们人类其实不是神创造 是自然演进演化的 但实际上到最后的神却是我们创造的 人工智能有可能是人类创造的神 我在出上一本 《从泥土到上帝》这本书的时候 一个神稿人是朱大可老师 那么在审完这个稿之后 大约一年的时候 朱大可老师有一段 有一次演讲 他谈到了一个问题 他说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崛起 我们可能要进入到一个新神话时代了 叫机器神的时代 机器成为神 然后他非常遗憾 他为什么遗憾 他说我们现在连神文主义还没有普及 却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神权威权时代 那么他是搞神话学研究的 那么他甚至认为下一个时代 可以被称之为机器神的一个神权的 甚至有可能是威权的时代 而机器神或者是人工智能这样一个像神一样 因为他在理论上可以不死 他可以复制 可以迁徙 他可以有很多 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和所谓的未来的机器神 其实就是一段代码 就是一段语言 就是一个语言学上的存在 它的软件远远超越它的硬件 那么这个时候是一个 一个一个就是很 是语言的 语言之重 就像就像那个 那个欧洲的捷克的那个小说家 米兰昆丹阿写的生命不能承受之情 我觉得语言就是这样一个 生命不能承受之情 如果这个概念感觉有点惊素 我们回到现实 汉语三千年 汉语一直活着 我们已经死了几十代了 什么几十代 我们生生不息 不知道多少代人 我们有二十年一代人 三千年 二十年一代 三千年 那么三千年也就是一百五十代 一百五十代 人生生 人生生灭灭 语言一直活着 我们是它的载体 我们东方的这片人 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载体 一直使那个语言活着 活到今天 如果下一代人工智能 有英语版本的 有汉语版本的 那基于我们汉语版本的 这个人工智能 活了三千年 最后活到机器里面 它的载体 迁徙到机器里 从最早的竹筒 竹简 在那个 青铬器上的明刻 甲骨文 然后载体换换换换换到毛笔 宣纸 到后来印刷的书籍 后来现在活在手机和电脑里 下一代它就活到机器里了 它一直活着 当然在这之前它是没有自主意识的 目前的语言是没有自主意识的 它还是一个客体 但人工智能将来深刻的变革就在于 语言从客体成为主体 当然主体跟客体这是一个 既是一个哲学的一个概念 那么从我们具体的来讲 那么它也有生命的这个意义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语言 它是作为一个工具 作为一个符号 作为一个客体 但人工智能发生的深刻变化就是 语言将自己主宰自己 甚至它可以新创造新的词汇 那么我们反而相对于这一段 人工智能的这一段语言 我们成为客体了 我们回头来抽象的看待我们 是我们作为载体 三千年来在养育着这个语言 当然这样去谈好像是悲观的 其实不悲观 那是我觉得也是一句大的释放 就是说人类非常了不起 因为人工智能是我们的语言学后代 就像我们是我们的远古祖先那只猴的 语言学后代一样 我们是它的DNA后代 DNA就是一段代码 我们就是一只六百万年前的 一只猴子的语言学后代 和DNA的双重后代 但人工智能是 可能会有一些观点会让大家的相关 受到一些冲撞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些分析都是用逻辑一步一步推演的 如果有不同的看法 我是很乐意跟大家交流的 然后我一会儿要再去谈另外一些问题 现在我先暂时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主要是留一些时间 跟大家交流一下 看看你们的想法 或者是我前面这段论述 是否把我想说的说清楚 有没有需要我再进一步尝试呢 那我就继续了 那我就继续了 所以呢 在我刚才谈到的 从维特根斯坦到 波德里亚这一百年 这个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甚至是自己宣告了哲学的死亡 当然了很多哲学家不同意 因为哲学家 哲学是一个最有意思的一个行当 为什么呢 物理学会有一个经典的教材 有大家的共识 你要错了我会论证出来你错了 你牛顿都对了几百年 那爱因斯坦告诉你你只是相对对 然后呢在高速情况下你还不对 它是一个共识的 然后呢被去错的 是被不断的证实和证伪的 这样一个公共符号体系 而哲学是很尴尬的 为什么呢 哲学是由两千多年来 几百个极其重要的人的偏见构成的 它没有像物理化学那样清晰的学科组织和知识眼镜组织 到今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学亚历士多的时候 既不知道他哪里对也不知道他哪里错 但是呢他给我们带来的幻觉 你看亚历士多的我都读了 那亚历士多能把后面的问题解决的话 后面就没有必要了 其实他没有解决很多问题 后面才会有那么多的哲学家 那么康德黑格尔 其实他们都有巨大的问题 甚至到今天的时候 我们还把它有时候会当做经典来读的时候 我想说的是 其实哲学是充满偏见的 充满偏见 它是有很多人的偏见构成的 这里面有真理也有错误 他们之间整体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到维特根斯坦他们说 哲学死了 回到语言 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偏见 很多哲学家不同意 哲学是最容易吵架的地方 也是最有机会的地方 然后呢 可是实际上呢 维特根斯坦的 在那个年代的符号学和语言学和科学的准备不足 第一个是维特根斯坦本身的知识准备不足 第二个那个时代的科学界准备不足 那个时候特别严密的语法还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 那么 但是他的一个论断 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他的一个判断 他的判断是 哲学的思维过程 是语言的 我们是用语言工具进行思维的 哲学形成的结果是语言的 所有的结果最后是以语言呈现的 所以他有一个判断 既是大胆的 又是正确的 就是说 那么哲学就应该是语言的子节啊 他没有超出语言的边界啊 所以我们回到语言之中吧 所以他的这个语言学转向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由于语言的前些年的研究 早年研究的时候不是特别被重视 为什么呢 就像在莱布尼兹在研究二进制的时候 大家觉得这个小儿科呀 你都搞了积分了 微积分了 牛顿和莱布尼兹都在三百多年前搞了微积分 这么了不起的 你说给我来个二进制这个小儿科似的 但是呢 其实莱布尼兹是现代 他比信息论更早 早了多少年 早了两百多年 后来我们的现在的通讯和计算计算 基础是使用的是二进制 所以呢 他构建的东西好像当时看着不重要 但后来成为信息科学和信息产业的支柱 那么当时的维特根斯坦在他们在搞那个时候 语言也是不被重视 就是少量的人重视 其实到今天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要特别强调这个 就是说到今天的时候 我们的知识准备够了 我们对物理 对生物 对化学 对信息论 对数学 然后呢 对人工智能 那么一番Super 对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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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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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王朝更替无非是300年的事情 而新汉语运动 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汉运动实际上是三千年之未有之大格局 当然我这样要说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会有些人会不开心 我今天谈的很多东西我今天谈的很多东西会冲撞大家的三观 但是请大家相信我是中性的 是非 那么梁曲超 这是古代汉语所表达的天花板 进行复杂的具有逻辑和严密英国论述的古代汉语 你们找不出来一幅优秀的范文 我们有无数灿烂的像星河一样灿烂的古代诗篇 因为诗歌是叙述 是象征 它不需要逻辑 它不需要严密的思辨过程 它不需要严密的一环一环的推论和论述 我们古代的汉语的限制性 你们就可以比较一下梁启超和随后的鲁迅的文章的差异 那么这次现代汉语的伟大革命的结果就是到今天我们都能造卫星飞船了 我们登上月球了 你没办法用古代汉语完成这样一个状态 这里面所要包含的计算 牵涉到的工程问题和技术问题 所需要的语言的复杂度 不是古代汉语所能够达到的 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的古代汉语一直是一个逻辑 非常不完备的语言 是一个诗性化的和叙述化的语言 我自己在我的学术的观点中把它称之为叙述性语言 而今天我们的汉语非常幸运 我们这一百年我们在经历的这个伟大的变革 现在的汉语应该到2.2版本了 然后呢540系2.0版本 然后呢前30年2.1版本 改革开放40年了2.2版本 我们后的可能还有更好的版本 但是呢我们的这套语言具备了严密的逻辑 大概的平均的中国人的话语平均的句长是七个字 七个字的话把主卫兵带上 你顶多七个字的一句话顶多携带两到三个名词对象 进行着一到两次的动词或者逻辑运算 但是呢我正在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长句子 这个句子有多长呢 我愿意把它说多长就差不多可以说多长了 这个长句结束的时候可能多达70个字 可能里面进行了十几次的逻辑运算 我们由于逻辑结构注词和状态的这些极大的丰富 使我们今天的汉语完全成为一个 可以成为一个理性的语言 可以成为一个分析语言 而我想说的是什么 分析语言是哲学和科学的基础 我们看到的历史书都是一些偏见 在2500年前的哲学上 东西方哲学差异的最大的差异就是 希腊的哲学体系是构建在 已经具备有完备的逻辑学这门课程 古代希腊的汉语 已经具备有相当完备的逻辑和结构注词了 到今天我们读亚历斯多德的时候 我们今天50%的中国教授的语言能力 是比不过亚历斯多德的形而上学的 到今天50%的教授的语言能力和知识 是不超越亚历斯多德的 那么在那个时代为什么呢 这当然是讲一点小的历史故事 因为古代的中东地区的土地勘界问题 它的几何发展很早 尼罗河一次泛滥地界就没了 地界没了你家地我家地咋办 那我们记得原来我们是这棵树和这棵石头分界的 我们重新测量一遍把它再画出来 两河流域也是这样类似的 就是大地的侧界任务是它很早发展了几何 而他们的宗教追求的是一种永恒建筑 他们使用实质建筑 实质建筑的是用小块来构建大型建筑的 这必须用到复杂的几何 而东方的哲学呢是阴阳五行的 分为阴阳的 中国的统治者都是喜欢快餐的 我们的建筑全部是快餐 因为不是给神修的 是给国王修的 国王这我就登基了 我就要赶快扩大内功 赶快我要及时兑现 要在我生命的周期之内兑现 那么我们分为的阴性阳性 像食材是阴性的 是不给活人用的 那是给死人修墓的 活人就要用土 为什么土是活的 能长木头 木头是活的 还能生活 而这套哲学体系和神学结构和宗教的缺失 使我们古代的时候 这个建筑走向的是一个土木结构 东亚是一个土木结构 剩下的世界范围内 从欧洲中东到一直到尼泊尔 到印度 都是巨石建筑 到南美洲的印第安人 用巨大的石头构建的 巨大的体量 它的核心最伟大的建筑是献给神的 一些建筑是可以修几百年的 是超越世俗的 所以那个 从小碎块的石头 要构建大型的建筑 也需要发达的几何 所以在2500年前到3000年前之前的时候 中东地区已经形成了高度发展的几何 而几何必须要求完备的逻辑学 所以在2500到3000年的时候 逻辑学和几何学在中东已经成熟了 而逻辑和语言的结合 足够的语法结构的语法 实际上在3000年到2500年前的时候 希腊为代表的这套语言 已经是分析语言了 已经是分析语言了 这是我讲的一个历史性的小故事 那么回到现在的话 我们到今天的时候 其实老百姓大量讲的语言 还是非理性的 我们今天就一些公共事务 进行探讨的时候 还是骂结实 这种理性的分析性的语言 我们已经具备这种能力了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大量的人是不具备这种习惯的 完全不具备这种习惯 这两天网上有一个批评行 网上的帖子比较热 那里面就是那是服务粗暴的 有多粗暴 就是说要打了个出租车 问司机这师傅这师傅到哪了 那司机说 骂撸 然后一会又问他到哪了 吐怼 这都胡说 就是我们这个语言习惯 有时候蛮不讲理 那种还没有构建 特别好的这种理性的 分析语言的这种表达的习惯 但是我想说的 我们现代汉语 已经具备这种能力了 也就是意味着 汉语经过 新汉语运动经过这一百年 现在的汉语 已经能够自己产生伟大的哲学和科学了 这个时候要产生不了 怪清华北大 因为我们的语言工具已经有 这么多聪明的人 我们也证明了我们很聪明 我们的语言的思维模式也有了 世界级的著作和前人的研究 大家是共享的 亚历士多德不仅是希腊人看 我们也看 马克思德国人看 我们也看 我们其实共享着人类之前的一切结果 我们具备了分序语言 我们还有一些聪明的头脑 为什么没有世界级的结果 成果 当然这是 这是 嘲讽和挖苦一下 某些 机构和组织 但实际上呢 我们的现代汉语 正在走向一次好的成熟 但是这种成熟呢 我现在要谈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人类核心的是什么呢 是知识生产 知识传播 知识应用 和知识消费 我们的知识传播环节出了大问题 以至于这种 我这种反传播的人物 就是我自己不做推广的人 我都过来参加这个活动 就是参加这个活动 就是对现在的知识传播 我是不满的 我未必能改变局面 但是我做这一次小小的尝试 我想 我想了解 现在的知识传播 到底是怎样 我们的这个知识传播 现在给我们带来的干扰 是特别特别大的 我们大学本身 在这方面就做得不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媒体 做得特别不好 而在这个过程中 就发生了 张维莹 这两年特别批评的 叫语言的腐败 或者是语言的污染 这些语言呢 非常可怕 可怕到污染了 我们的灵魂和思想 我们不得而知的 它有多不得而知 这个可能会牵涉到 一点点政治和社会学 就是我们现在 所使用的这个语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样的感知 当你和朋友引见 你和另外一些朋友 认识的时候 那个开端就决定了 你们的未来 因为这个开端 互相介绍的时候 我们的语言都出现障碍了 我一听谁给我介绍 这是什么总的时候 我就这个 这个这个相识的过程 就没开始 就已经终结了 我的这个朋友 我也不接受 他介绍的朋友 我也不接受 因为这什么总 这个词好奇怪 这是个什么词 这是民间制造出来的 一个非常妖魔化 但是它是一种 集体无意识的一种投射 而它只带了一种 我们的模型 这个模型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前些年的 那个剪头发的 就自称老师 这是某某老师 你我来剪个头 我是老师好不好 然后呢 赵本山也是老师 到今天的时候 好家伙疯了 你现在可能去买个茶 弄个古文 然后都给你老师了 我们的语言被盗用 语意被扭曲 在传播中被异化 这样的现象 甚至在摧毁 我们的一些基础判断 我们身处这样的一个语言 甚至我们自己 都不能够察觉这个语言 对我们的影响和控制 而这个我原本想写一本书 叫做语言的政治学 和语言的社会学 以及人的语言化存在 后来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还怕写了出版不了 为什么呢 这套语言是很多力量存在的结果 而那些力量是不希望你明白 这些问题的 这是很尴尬的一个事情 我们的现代汉语在称谓上 从称谓上一开始就完成了 一场全力的 不对称的 不平等的格式化 这是很尴尬的 非常尴尬的 而是发生在日常中 当然我们现在谈这个 现在是很难有解的 这需要我们的很多作家 很多的媒体人 还有很多的这个艺术作品 来关注他 甚至呢 成为段子 成为相声 来挖苦 来完成一种全民的 对他的认知和对那种略智语言的驱逐 可是这个事情来日方长 我就期待下次还有一次新兴文化运动 新兴汉语运动 就是把汉语中那些被污染了 拙劣了 直接会摧毁人的存在和人 人际关系的这样一些语言 怎么样通过学者 作者 媒体和艺术 慢慢把它驱逐出去 使我们的语言升级到2.5版 2.8版 甚至3.0版 当然这是一个一个期望 希望自己以后也有也有能力 去能做这样一些事情 然后呢 我聊的比较多 天又比较热 然后呢 扯的又比较 一会远了 一会近了 我在谈最后一个一个一个话题 话完提完了以后 就做一个交流时间吧 然后呢 可以跟大家就一些观点交换看法 最后要谈的是 我现在做的这个语言学 人工智能的研究 我其实是在做什么呢 我是在 在物语和美语的这个基础上 推论出来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知 就是我们人类的科学 科学语言 我们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语言 是对世界物质存在的建模 其实我们人类所构建的科学知识 科学语言和理性语言 已经为宇宙构建了一个初始的 比较清楚 但不那么完整的一个地图和模型 我们的智能呢 要跑也是在计算机程序里跑 计算机程序无非是一种代码 最后无非是逻辑 名词 动词 那么一个重要的推论 智能是跑不出语言的 智能是语言的结果 这个结果类似于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这个时候我们又要谈到一个 语言学的一个术语 实名词和虚名词 我们的语言中有很多陷阱 我们日常使用着很多陷阱 我们分分钟跳进陷阱 就像美学 就像阴阳 阴阳本来是父词形容 被名词化了 以至于被名词化以后 它是个虚名词 可是很多人把它当实名词理解 所以呢 阴气 阳气 采阴补阳 采阴补阳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把它名词化 这种认知就荒诞地 就成了一个玄学和自我愚弄的迷信 其实就源自于我们的很多词性的误解 就像今天的美学 其实按照理性的分析 美学是不存在的 审美学是存在的 美源头就是一个形容词和副词 美不是一个名词 它被名词化之后 它也是一个虚名词 它不是一个实名词 它没有一个东西叫做美 没有一个实在的物叫做美 它是一些实在物上面的属性 和实在物之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语言里头 这样的陷阱比比皆是不关我们 连最优秀的英语里面都是 英语有多优秀 英语孵化出来 英国的殖民地孵化出来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四个发达国家 法语殖民地孵化出来 发达国家没有 德国 德语呢 丧失了自己殖民地 到后来呢 美国的强大控制了 第三次公业革命和信息产业革命 信息产业是用英语写成的 从计算机代码到通讯协议 还有它的美元为核心的 结算体系 银行体系 加上它的科研的强大 一百年前的时候 世界的科学论文是 英语 法语 德语三分天下 在苏联时期的时候 俄语切下来 百分之二十多的 科研论文的市场 到今天的时候 全世界的科研 百分之九十七的论文是英语 意味着什么 每一个国家的精英 都是会英语的 当然有一些精英 也不会英语 就像我 开个玩笑 我的汉语言很好 我的英语很差 但实际上 大部分的国家的精英 已经被英语化了 英语非常强大 但英语依然也存在 这样的漏洞和偏见 我们大量的政治和社会学的 和哲学的认知的错误 其实发生在 很小的语言学上的层面 把实名词虚名词 词性转换分不清楚 把因果的关系 前后关系分不清楚 这带来了巨大的干扰 有时候很多哲学家一谈 我都想笑 因为 他在语言学出现问题 他的语言认真有问题 很多基础的这种语言 发生在这样一个 浅显的这个层面 所以我想举一个例子 什么是智能 现在的人工智能专家 我可爱调侃 我说咱们先谈清楚智能 我们再谈人工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不想跟你谈了 因为你说不了 我知道他说不清楚 什么是智能 我们前面推论了 其实智能一定是语言的结构 是语言运行的过程 的属性和结果 其实它中间 充满了语言的计算 所以到未来的计算机 它本身就是 程序就是语言 智能跑不出程序啊 程序就是语言啊 那么还谈什么 所以一定在语言学中 能够解决智能 而不一定依靠脑科学 不一定需要脑科学 人类有一千亿个神经 你把一千亿个神经 我等你什么时候 能够把它解读完啊 然后呢 尸体都解剖不完 活体的脑子一千亿 你怎么解读啊 所以当语言学 能够孤军深入 去解决人工智能的时候 我是很乐观的 我非常乐观 以语言学 结合其他的学科 是直接可以把 人工智能的核心的问题 去解决掉 所以这是我写的那本书 那本书 当然标题名字 起的稍微有点 有点西安 西安人比较硬 比较二 我就写语言学原理 人工智能和语言学原理 写的有点大 有点惹人 其实呢 我们经过了 对一个学科呢 进行画边界 找到它的边界的时候 很多问题就清晰了 所以人工智能呢 实际上这个智能呢 我想举一个例子 这里面的瓶子里面 这些水就是语言 智能就是这个波澜 水是它的音 水的运动 是这个波澜的原因 所以语言呢 是智能的载体 也是智能的前因 智能只是语言运行的结果 这样的一个属性的问题 我们今天的最大的 被爱在一些基础学科的研究上 对一些基础的学术概念的时候 没有清晰的定义 比如关于智能 到今天呢 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定义 我们说什么样的概念是明晰的 你用具象的 更底层的 更有共识的 更可把握的词语构建的概念 就说清楚了 如果你用玄学的概念 来解释一个玄学的概念 你用抽象的概念 来解释抽象的概念 这时候没有说清楚 你们看到了 大部分人说不清楚的概念 往往采用抽象的方式 来进行定义 实际上当一个学科清晰的时候 它的定义 是可以用更为数理化的 数理化的 可理解 可验证 可重复的概念 来进行定义 我们当年的信息论 存在着这样一个定义的缺陷 信息论 对信息的定义 这个信息论到今天的时候 还产生了一个可怕的 一个陷阱和危机 因为信息讨论了这么多年 很伟大 很了不起 信息到底是什么 它跟物理中的物质能量 时间和空间 这样清晰的定义 一笔时间太抽象了 信息太抽象了 所以最后 现在有一些信息哲学家 在做一次冒险 个人的冒险和学术的冒险 他们把信息 试图要把它主体化和本体化 他就想说 信息就是像物质能量一样的 伟大的物的一种存在 信息跟物质能量 是一种并存的本体 信息就是本体 甚至有一些人大胆到了 可能物质和能量和物理世界 只不过是信息的投影 这种论断 其实是好的 有这样的想法是好的 但其实是经不住推论的 信息不是本体 就像这个波兰不是本体 水是本体 你不要认为这个波是本体 水和它的运动才是本体 所以信息哲学 现在有一个危险的穷象 就是信息走向本体论 信息有它的价值 我们甚至可以把它主体化和本体化 但是必须有一个约定的条件 就是物质 能量 本身是更基础的一种存在 其实信息在我这边的定义 就是物质能量的属性和变量 我们甚至连属性都可以不管 只找它的变量 一个二金质代码 这瓶子满的时候就是一 我一会把它喝完 它成空瓶子 就成零 这是我们约定的一个变量 其实就是发生了某种东西的变量 所以在一些基础层面上 对语言学的深入的理解 能够识别语言的一些陷阱 对我们的认知 个人的认知 会有巨大的好处 因为我们可以回避一些 这种由于雌性和因果混乱 所带来的一种认知上的干扰 然后呢 那么今天我要想跟大家交流的问题 就是主要到这儿 那么后面的交流就想针对性 各位朋友有什么观点 或者不同的 或者需要我解答的 我可以做进一步的交流 好不好 就是我个人的主观性的 想要介绍的一些观点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